农历二月会落在双鱼跟母羊 双鱼跟母羊 好来我们都知道双鱼是很浪漫的 然后母羊是浪的比较慢 所以两个就是又是一个极端这样子 农历二月就是你是一个个性非常的温和 虽然你有个性 可是其实你的包容力非常的大 然后比较手腕灵活 而且很有智慧 然后很会解决问题 而不会制造冲突 你知道有些人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就想吵架就用情绪解决 结果问题就越演越烈 可是你交给农历二月的 你不要小看农历二月 他绝对是谈判高手 高手高手高高手 就是农历二月的 然后农历二月的人不但是谈判高手 而且他是处理事情的高手 同时他也是得到大家对他的肯定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人看起来柔柔的很温和 讲话是气质型的 为什么做起事来这么的 斩钉结铁 就是非常的有 有那个尬子 然后非常的有魅力 所以农历二月的人请好好专心的展现你的专业 当你展现专业的时候 就是你最有魅力的时刻 然后你很喜欢美好的事物 大于实用性 买东西你就有一点那个脑残了 享受购物当下的 就是享受购物当下的感觉 很容易花钱不眨眼 而且呢 你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人 有时候你看那个店员业绩不好 你就说那没关系 这些都我买下了 姐姐 我还差一点点就可以到业绩了 姐姐我还差一点业绩 你可以帮我吗 你就立刻帮忙了 好 这个就是农历二月 所有美好的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情商蛮高 二月 二月真的情商很高 没有错 但是呢 这个有时候花钱会不眨眼 所以呢 你要改掉你的习惯 也其实很简单 花钱就是要有规划 不要超出预算 就是你有多少的钱 那你要增加的是 你对自己管理财务的自律性 然后常常去检查你的收支 养成记账的习惯是最棒的 好 你所有的问题都没有问题 唯一就是在理财方面 那你是一个很会赚钱的人 所以你永远不用担心你没有钱用 那你买房子呢 就是连缺勿烂 就是会一直等一直等 像这个土月的这种财富月的 就是先有就好了 先买再说 可是桃花月出生的人就挑 一挑再挑 有时候是错过时机 好 那你的长辈 你的很多身边的比你年长的人 都可能是你的贵人 尤其是你自己的父母亲爷爷奶奶 要好好的跟他们 常常的请教 讨教 然后多花点时间陪伴他们 还有呢 就是你呢 要增加你的运势 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呢 你要多用木质的 除了家具之外呢 你要多养植物跟花 那这个植物或花呢 就不一定是要种在土里或在水里 都是可以的 还有你要多接近公园 只要有公园的地方呢 你去那个踩踩那个草地 把那个袜子脱下来 就是赤脚这样子踩在土地上 去接地气 尤其如果你是开店做生意的 开店做生意 又或者你是需要做业务的 你是需要有订单的 你记得就是要接地气 你会发现你去公园充电 然后有一点阳光 我觉得早上七点到九点的阳光 是最好的 不要大中午的去 我觉得会对你的财运呢 帮助很大